欢迎收看Taria 法狗永恒 多人生存第五期 上一视频咱们打败了骷髅王和鹿角怪 那么这期视频可能要碰到一个狠狠了 来来来 无奖进猜啊 猜一下我们两个高丸加一个雕某 打戴威安需要打几次 我先看一下戴威安召唤物还缺什么 其他的好像都有了 就缺鱼儿桶了 鱼儿桶好做吗 鱼儿桶不能做 只能雪月钓鱼获得 我先买一个雪月召唤物 然后我们来海边刷雪月吧 来了 地方开阔一点 来跳海 波哥有什么想不开的波哥 年轻人要开朗一点波哥 来来来 准备刷雪月了 来了 钓鱼钓鱼钓鱼 要钓那个血腥胳膊领 还是那个眼球啊 哎呀 你们先钓着 我回去找个鱼竿 鱼竿都没有了 我来我来我来 哎哎钓上来了 哇怎么这么多僵尸啊 哎呦呦呦呦呦 打他打他 波哥 这个是什么 僵尸人鱼 谁 僵尸人鱼 杀了他 哎 杀杀 有没有鱼儿桶 鱼儿桶 有没有 我一个猪潮 前辟潮 没有鱼儿童吗 好 又钓上来了 每次钓都会有这么多僵尸 杀这个杀这个 这个难打的 哎呦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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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里面的吗 哎 钓下去了 在里面在里面 它也可以游上来 死了死了 有没有鱼儿童 不知道是哪个 已经杀了 已经杀了 没了 杀了吗 杀了 不是钓海里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哎 我有四个 我有四个 你这个体制可以啊 可以啊 那是 稀有物品都是鸿哥捡到的 好 顺便在海边建两个房间 放一个海洋金塔 OK 有了鱼儿童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戴威安的召唤物了 戴威安好像是不挑地形的 那我们就在家的旁边打吧 老师在平台上 我掉下来的搞猫 这不还是怪你这个雕猫吗 非要把鹿吊怪召唤在家里 挖了重新铺吧 我这边也有一点 本站不上去 好 铺完了 准备打我们法狗的 第一个大Boss 带威安 OK 来来来 先准备好 这个Boss可能有点屌哦 来 那我看一下他有多屌 来了来了 哇 哇 上来就闪现 对啊 那我怎么走这么慢 你是不是这种debuff了 一看这个身形 就知道这个Boss肯定不简单 长得跟我们的差不多 看一下灾恶的中灾 长得也是跟我们差不多 就知道他有多屌了 拜月教祖除外 哎哎哎哎 我操我操 这什么玩意 我操 还有这种招式 就是兔罗王的绝学吗 到底是谁偷吃谁的 哇靠 哇哇哇哇 越大猛 哇还有西瓜 招式越来越花了 咋哎 哇哇哇哇哇 我的抬车根本就打不到了 哎呀 操住就 拿村子砍吧 哇呀 他要砍你 他要拿斧子砍你 我已经死了 这么快 你俩都记了 就剩我了 我还是满血 他已经打了25% 只有亮仔最坚挺的 车轮认出死他 狗住狗住 再不要追求打他多厉害 狗住 又把我框在里面了 这应该是出不去的 哇哇 我觉得 那是大饭放的太快了 能不能拖着他打 应该不能拖 他这一个技能 就把我们框在里面了 根本出不去 哎又有新的弹幕 是蓝色的是吗 活个活了 来来来 快来快来快来 又开始传送了 哇 哎呦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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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快 他现在踢上我了 他走不动感觉 还有debub被检数了 被检数了 拖着他打 拖不了 哎哎 这是干嘛呀 放箱子 我给他打下 杀牙你 上了 别跑了 他还会丢箱子 又来了 呼罗王又来了 呼罗王又来了 哇靠 哈哈哈哈 哇 哇 花里胡哨 还丢锤子 他还丢锤子 杀牙上了 锤 走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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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跨了 哇靠 这么大吧 呼善啊 呼善啊 呼善 呼善 诶诶 诶诶 这是什么 诶 这是那个沙尘精的龙解封吗 护士 打护士 是哪 是哪 别在 你们这是一个绿色小鸡猩的视频 别被你搞得不能播了 你俩又死了 又死我一个了 我在边缘 别被他捕头 捕头 敲死 狗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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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呦 激光越来密集了 我快顶不住了 快没多少铁了 我一直在打假赛 我都碰不到他 哈哈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打到他 反正伤害不高 诶诶诶 又悬晕了 牛逼啊 还在 铅 哇 我强忽又可不是开玩笑的 只有活着 才有机会输出 速度好快 来啊 来啊 人呢 来了 活了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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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招式 我觉得有希望 有希望 他这个技能花样怎么这么多呀 一套接一套的 还有激光 我来了 又来筐了 等我去找个玩意 狂住了狂住了 哇 他们砍的谁呀 把我拉过来了 好像没有扛我 他是不是一直在打同一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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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他直接直接把我包住 直接拉过来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 其实他 他一直在打你 他也会放箱子 用狂 他就是放AOE的时候 会打到我 又有新技能 双唤出了好的妖蛾子 在那里下雨 这Boss花样真多呀 这是我见过花样最多的朋友 他不放 哎哎哎哎哎 继续这个完了 要砍我 要砍我 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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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没有攻击手段呢 我村正砍他不砍 你砍得到他吗 你的村正那么短 我还没死 我还活着 哎哎哎 我的激光 完了没血了没血了 狗不住了 太棒了 我学不上他 我还在我还在 我也还在 7秒 我狗到了现在 我狗 不会是一把锅吧 拉尔必须是一把锅呀 很酷炫啊他 对呀 花样贼一多 我就靠三花路打他吧 我还狗着 他根本打不出 这又不能动了 词画了 这么变态的吗 我活了 什么技能都有 我来了 我来了 OK 狗住了 狗住了 7% 很快很快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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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你一把拉中 可以反半场面来了 我就怕被用冲击波 堆于我现在 好 我马上复活 还差一点点 他马上死了 马上死了 好 哎哎哎哎哎 好多窟窿 还不死 死了 那死了 死 有啊 这么强的Boss一把过 一把过一把过 很惊险的 眼看打不死我 直接给我实话了 一冲击波 怼死 哇 这什么东西 鲁莽 闪 闪烁 闪烁 重新 重新 这戴外安 没什么掉落物啊 就这么几个东西 现在我们可以 合成一个 和风靴 试一下 哇 这靴子可以啊 跳得高多了 而且速度也快了好多 我操 直接没钱了都 就操了一个户油 直接操没钱了 叫声大哥 给你一波金 波哥有钱了 开口就是一波金 大哥 大哥大哥 给我 给我 终究还是因为贫穷 而低下了头 对啊 卧槽 波哥 你刚给我一波金 怎么回事 怎么戴外安又苏醒了 戴外安 波哥 又是波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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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雕猫 节目效果爆炸 波哥 戴外安的诅咒 是召唤误误吗 看不懂可以不点好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完了完了完了 又被失化了 哎 哈哈哈哈哈哈 瞬甘争放 哈哈 哎哎哎 我被拖住了 直接给我拖进来了 完了又失化了 又来 哇靠 完全没有把他们游戏啊 你打我秒了 哎我没死 我也被 我也 我也被秒了 都死了吗 我没死我没死 他只打了我一半一血 幸好我身强体壮 死 OK 满血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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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波哥这个上门性 有小伙伴建议我装一个新的模组 就是这个魔法储存模组 这个模组还是稍微有点复杂的 我这里就不给大家做详细介绍了 主要功能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存储在一起 这样会方便很多 上面的那一排就相当于是箱子串联在一起 这个黄色的就是打开箱子的地方 总容量840 旁边这个蓝色的是一个制作站 这个多功能合成桌是我把我们现有的合成桌合成出来的 放在这个里面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合成想要的东西了 当然这个模组远不止这些功能啊 还可以远程打开包裹远程合成什么的 我们目前就先只使用它的储存功能和这个制作站吧 然后我们还可以拿对应的矿和宝石做出储存升级株 可以看到中间放了这个升级株的容量是80 没有放的就只有40 然后这个存储单元右下角是红色就说明放满了 绿色就是空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升级株对着存储单元点一下 哎 它就升级了 这个升级好像只能一级一级升啊 不能越级升 最高是泰拉升级株 有640的储存容量 直接无敌 好 回到游戏 我们打败利维安之后就可以做一个新的视频 至高告死精灵 它是直接融合了之前几个boss掉落屋的效果 这个屌啊 哇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你们看我看我 嗯 怎么了 看到没有我滚动起来了 哈哈 有没有像魂多罗里面那个 跳起来还可以滚一下 这个视频还提供了一个狂暴模式 哇 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明显增加了 我现在都没动它 它自己在疯狂攻击 哎 狂暴完之后还眩晕了 等于是瞬间激发前能 事后尾了呗 然后我们又新建了一个小的新红世界啊 准备过来打一下法狗里面的克佬 据说很牛逼 一手引流自主玩的出神入化 最后一刻了 准备准备准备 马上出来了 好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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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个人呢 看这个克佬有多屌啊 哎哎哎 哇 看看这种上火的跟踪弹幕 这个应该是能破防的 呃 应该是 这里这里传不了吗 可以传啊 为什么传不了 在左还是在右呢 你打开地图一看不就找到了 这克哪都快死了 我靠你们在这啊 没死没死 我再看到只剩三分之一血了 现在快死了 召唤物都没放 哎 我怎么 哎哎哎 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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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左右不分了 应该是这种debuff了吧 他应该有那个什么 混乱的debuff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引游自助来了 好多好多好多 要一点点 他他也不在打我 他也不在打我 他他的左右不分了 这个玩意 混乱之老 很混乱 好混乱 好混乱 说说说说 什么走到哪里去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 他就死了 是有点混乱 如果我们正常装备来打他 还不一定打得过问 刷到了一个破碎之心 免医视学检疫 增加10%最大生命值 每15秒生成一个为你挡伤害的飞眼怪 这就是克老同款飞眼怪吗 我们现在太缺钱了 连装备都敲不起了 没钱确实没钱 想办法整点钱吧 找科研和史莱姆王借吧 这有7个科研和一个史莱姆王 应该够了 来来来 借钱借钱 好 该打了 按他 这个破碎的心有点屌哦 召唤出来的眼球是有血量的 挡一下没死还能继续挡 他都挡了好多弹幕了 这边来打肉山岂不是爽了 激光全给挡了 OK Boss刷了十几遍 赚了三薄金 这个Boss消耗物是一个没少 这不就是无消耗吗 主要是这里面的装备敲起来太贵了 随便敲一下都是几十斤 然后我们还缺两个P垫做和风靴 正好戴维安这里有卖蠕虫小吃 可以召唤巨型蠕虫 A ぞ 这不就是 我没错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 所以我们来带看看 这个 这不就是 那不是 我带来 你带回来 所有的 我们带来 然后 我带到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吵 翅膀我们现在就去翅膀了 对呀 继续掉继续掉 天空侠能做吗 我这个杆子甩到手里 它会弹回来 这什么情况 弹回来 你不会用的悠悠球吧 哎 有了 天空侠 可以 还差一个 哎 我够了 天空侠 有了 可以了 我三个够了 星路也能做 厨艺也能做 棚哥可以啊 不黄啊 那是 波哥这是飞球 我什么都没有 波哥从面向上来看 就知道是飞球了 这里面做东西还是很麻烦 每个东西都得搜 不然的话根本找不到 东西太多了 最后一双和风靴 来 彭哥 来 丢给你了 剪到没有 剪到了 OK 我敲一下 你敲不起的 哈哈哈哈 和风靴敲一下20多斤 万贯家财都给你敲穷了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和风靴和翅膀了 接下来就可以去地狱挑战肉山了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结束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